回到现实世界 我们要来看的是美国 2024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 禁止川普参加这一周的共和党初选 前面是有克罗拉多州 第二个跟进的是缅英州 他们的初选选票上不会应川普的名字 当然川普团队会上诉 共和党内的初选竞争激烈 虽然川普遥遥领先 但是呢 还有一位绅士仪越来越好的 就是这位女性海莉 她是美国之前驻联合国的大使 她领先另外两个非川普 男性对手超过10个百分点 当然跟川普呢 还有15个百分点的差距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海莉 是因为什么样的话题 遭到大肆抨击 这是2021年1月 美国国会山庄暴动案当天 川普对支持群众说的话 美国缅英州州务卿贝洛斯 以职责做出判定 认为川普散布不实指控 煽动叛乱 违反美国宪法第14条 修正案第三款 取消川普参加2024年3月 缅英州共和党总统初选的资格 这个主要认为 在高拉多州的主要认为 它是在其他计划 在西方的计划 在美尼索州 阿里奘 和新加坡 到底该有选票或是法院决定 川普是否有资格参加 各州的共和党总统初选 缅英州的选举人票 尽管并非胜者全拿制 也只有四张 上一次川普在科罗拉多州 输给拜登13个百分点之多 该州十张选举人票 本也不在他预估中 但上一次川败两人 在密西根州拉锯对决 如今这周十五张选举人票 川普可不想丢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披露 2020大选争议 有些新市政 就是关于当年两个计票关键州 密西根与威斯康星的选票 被认为是2020年 美国总统大选 假选举人票事件 策划者之一 曾力挺川普的 亚利桑那州律师 切赛布罗 现在已经配合检方调查 2020年12月中 切赛布罗告诉川普 还有翻盘的机会 他说协调了七个州 进行代理选举人计划 这让川普重燃希望 曾与川普合作 但后来反目 并曾搅逐共和党总统提名的 除了潘斯还有他一手拉拔的 佛州州长德桑提斯 以及当时他任命的 美国驻联大使海利 选战开跑以来 海利展现女性的坚韧 从民调个位数慢慢爬升 如今29%的党内支持率 大幅超车曾经领先的 佛州州长德桑提斯 相比拜登和川普 他的年轻与理性风格 逐渐吸引民意 但最近海利选情 遇上危机 1860年美国南北战争前 率先脱离美国联邦的 就是南卡州 南方邦联13州的旗帜 在如今许多美国人眼中 等于支持旭奴 种族歧视与白人优越感 曾认南卡罗莱纳州州长的 海利本身是印度裔 2015年州长任内 还力推议案 并成功降下州议会前的 南方邦联旗 但现在他要选总统 到星海部下州 与选民见面时 仍然被嫌表态的不够 面对民众尖锐提问 海利中就还是掉进挖好的洞 舆论大肆批评他 就是不敢说出 迅奴制度一词 生怕失了家乡保守派的选票 海利顿时变成网路热搜焦点 近日美国总统选战 流行小规模的见面会 考验参选人是否有脱口秀般的 幽默感与主持功力 海利在这样的场合遇上危机 对手也大做文章 对手们嘲笑他不懂美国基本历史 海利现在必须担心失去非议选票 尽管事后他尽快灭火承认 南北战争就是逊奴制度引起 但已经损及个人形象 声势上涨时 连不说话都会被攻击 这位目前围剿住 2024美国总统参选提名的女性 正受到严酷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